这包装的可不行啊 里边就几个气泡袋 其他啥也没有 你看 也没有甜食 湖北恩师的一位朋友寄过来了 看上面写的60伏五山 他要改60伏五山铝合金款的 我只先通电测试了一下 一切都正常 只不过大家没看到网用表显示数字 他这个也没啥特殊的 特殊的地方就是 电源输入单 EMI板上有个电感 烧坏了 这时候我还没发现呢 包括到外边清灰 我都没有发现 最后把EMI板拆掉 拆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劲 这是在清灰啊 这时候都没发现 就是箭头指这个电感 拆这个板时候才发现 看这个烧成这样了 反过来看一下 发黑 它并没有烧断 所以说测试输出电压都正常 目测这个小板下面这个电容 看 涨个流 这个电容也坏掉了 这都是明摆的问题啊 不用测 这是要换上的电容 这种电容我这有 EVA法子 咱们测一下 959拿法 这是给它装刻之前 带两个加二管 热成像 看一下 看一下那个电感有没有发热 就是烧坏那个电感 现在是接近1400万 电感是不热的 最热的地方 还是这个四个27欧电阻 这个温度是正常的 烧坏的电感是这个 L2 这个是EMI版 220V从这输入 从这输出 为什么会伤坏呢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啊 难道和那个电容也有关系吗 这个电感反正已经失去作用了 虽然没有烧断 我最后呢 又从下面又给它短接一下 相当于没有这个电感了 因为我手头没有这个零件啊 这位朋友 假如回去想换的话 可以到网上二手市场搜索 有的话可以更换一个 我感觉没必要更换啊 这个不影响使用